全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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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聽神中課 遇見365位聖經名人 今天是9月11日 今天介紹的聖經人物是 活底改 意思是 戰神的 目底改 是以斯鐵的叔叔 也都是 他的養父 在波斯國王的 宮廷當差 生活於西元前 約475年 目底改 是被流放至 波斯的猶太人 他因為在一些 受觸目的事上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波斯宮廷 榮英 遙跡 在一個異教徒的環境之中 要以猶太人身份 生存 並非一件義事 你要如何忠於自己的 宗教信仰 同時 同時 又不違背一個 完全以不同原則 運作的政權 當你面臨要選擇 該服從 綱局 或者你的良心之時 此類情況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危機 或許 最好的建議是 切莫 爭取 高危 除非 你能夠 好像 抹底改 一樣 有能力 遵守自己的原則 並信靠上帝 無論他 是否能夠幫助你 逃過劫難 定非我們所有人 都有機會 好像 抹底改一樣 經歷如此 戲劇化的人生 他因褪絕在哈曼面前 跪下 而面臨生命的威脅 哈曼 只是一個平凡人 作為一個猶太人 抹底改 只是信從他所服侍的上帝 但是 好像抹底改一樣 我們也都將 不時 經歷著信仰 和日常生活 和工作之間 對立的緊張關係 我們如今 也都是生活在一個 經常忽略 上帝角度規範的社會之中 這個意味著 我們的 忠誠度 也都可能受到考驗 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的原則 為可 我們是否準備好 在必要時 願意接受 對自己不利的威脅 以便忠於自己的信念 即使 那些使我們失去工作 或者影響我們的社交圈 如果我們面臨嚴重的僵局 我們是否相信 上帝會以某種方式帶領 我們一起祈禱 主啊 在任何情況下 我都需要 來自你所賜的內在力量 堅守對你的忠誠 阿門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延伸閱讀這個的 《以詩貼記》第二章 至到第十章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明天繼續收聽 拜拜